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局势发展到这一步啊 说明最终的摊牌马上就要到来了 大家都在布局 那么目前局面布的怎么样 是怎么样一幅画面 蓝图是什么 老兵给大家呈现出来 那么今天啊 现在你看大家也就听到外面这个雨声非常大 在我们浙江 上海江苏 在华东地区的小伙伴们 我们的民族阵线的战友们 我们敬爱的可爱的同胞们 小宝贝尔们 小宝贝尔们 那么这个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瘦的就别出门了 当心被台风刮跑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 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这边非常大 每年九月份 我们上海跟浙江 都是台风正面进攻的地方 非常的倒霉 这个东西这雨下的 我刚才在路上开车 非常非常夸张 好吧 那么就说这么多 那么我们言归正正传 那么 乌军宣布夺回约8000公里土地 迁格鲁吉亚趁机收复失地 乌克兰总统 斯林斯基9月13日宣布 自9月以来 乌军已收复约8000平方公里 遭俄罗斯军队占领的领土 美国总统 拜登称 乌方已取得重大进展 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斯林斯基13日在Facebook 发布的影片中称 自9月开始 乌军已解放约8000平方公里土地 无疑都是在哈尔科夫东北部地区 当地约一半领土 约4000平方公里的地区 已完成稳定措施 俄罗斯国安部则表示 其空军火箭炮兵部队 正在所有作战方向 对乌克兰武装部队 发动大规模空袭 俄罗斯国安部称 其部队也朝乌东敦尔斯克州 斯拉维扬斯克市 和康斯坦丁诺夫卡附近 去的乌克兰阵地 发动高精准空袭 那么所以说大家要明白一点 就是引车出动成功了 为什么 只有把你引出来 我才可以大规模的 燃火洗地 导弹精准打击 来消灭乌克兰的军队 达到乌克兰去军事化的 一个最终的战略目标 所以说战术型撤退 或者说没有撤退 被乌克兰在那边播报 说这个撤退了 成人追击了 这都是信息战 资讯战的一部分 我说过 为什么 资讯战 信息战 突然之间就拔高了 原因很简单嘛 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新闻 你就懂了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开始审议台湾政策法案草案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开始审议台湾政策法案草案 法案将寻求大幅调整 美国的对台政策 为台湾提供45亿美元的军费 用以安全援助 并支持其参与国际组织 反而还将赋予台湾主要非北约盟友的地位 台湾政策法由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和共和党参议院格雷厄姆联名提案 该法案草案的内容 包括将台湾列为主要非北约盟友国家 支持台湾加入印太经济框架 将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 加强美国与台湾的防务关系 加强对台湾的军售 以抵挡解放军进攻 四年内提供台湾45亿美元 约1350亿元新台币的军援等敏感内容等 涵盖了经济军事美台关系等多个方面 所以说这个是今天 明天的9月15号的重头戏 那么已经开始审议了 报告会会通过 在审议报告的同时 场外的斗争非常激烈 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方向 俄罗斯跟习近平在萨玛尔汗见面 重点就是讨论无从台湾的 整体的一个 一个协同配合的一个问题 俄罗斯应该怎么做 在这次东方2022大规模军事演习当中 北部战区出动了 俄罗斯也出动了 非常多的这个实战的这个部队 由俄罗斯总参谋长 格拉西莫夫大将亲自作证指挥 普京来一线视察之道 那么这个军事演习明显就是拖住 驻日美军跟日本的干涉力量 那么在朝鲜半岛 那么朝鲜已做好战斗准备 那么有两种方案 就是说如果说朝鲜它不动的 我们干台海朝鲜它不动 或者说朝鲜没有理由动 那么如何对付驻海美军 你不可能说地面部队过去 直接开进韩国的这个所谓的领土 过三八线 这个有点技术上操作有点困难 对吧 因为朝鲜没有跟它打 你大兵直接接到朝鲜 你是什么意思 所以说这个地方 最重要的就是跟美国的空战空袭 以及防止美国的空袭 那么在山东跟辽东半岛这个地方 包括东北这一带 就要有联合防空体系 海军的防空 以及陆军的暗制防空系统 对吧 还有暗制的反舰导弹 对吧 包括还要攻击到 这个驻海美军的 这么这一种能力 包括最重要的就是空战 所以说在这个结构也上 火速撤换 北部战区 原来的陆军的 出身的这个北部战区司令员 李乔明 那么换上 在中印杜征一线的 中印边境 这个西部战区的空军司令员 副司令来到这个地方 王强到北部战区当司令员 是符合现实斗争需要的 那么在俄乌冲突这个地方 突然之间拔高 在对中国网民进行资讯战 在9月15号 美国将通过台湾政策法案的前后 对中国大陆网友的资讯狙击战 让我们打击我们的士气 打击我们的信心 打击我们对武统的坚持 这个是他们的目的 现在美国又要搞一个动作 什么意思 要把俄罗斯的注意力也给他 吸引在欧洲部分 在亚洲这个地方 没有力量来管武统台湾的事 那么他又是一个阴招 格鲁吉亚开始跟北约进行 所谓的装备的 这个后勤运输的军事演习 那么乌克兰总统Selensky 也是要求格鲁吉亚总统 开辟第二战场 趁机收复 对吧 事实上独立的 所谓这个俄罗斯 亲俄罗斯的两个分立地区 一个叫南奥赛提 一个叫阿巴哈兹 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 也是这个地方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 当时通过五天的战斗 格鲁吉亚几乎全军覆没 从那个时候开始 格鲁吉亚就老实了 但是现在这两年又不老实了 在这个乌克兰 所谓的大反攻之下 咨询战之下 格鲁吉亚总统启动了全民公决程序 就是说让老百姓来投票 开不开辟第二战场 那么这个地方也是很乱 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也刚刚在这里交过了货 都是给俄罗斯在压力 但是现在在俄罗斯的这个斡旋下 这些压力都会游泳有余 格鲁吉亚如果敢开辟第二战场 那么他将会被灭过 乌克兰 对吧 现在他的军队正在被快速消灭当中 所以说 现在回落的台海的场外斗争 是相当相当激烈的 这一点大伙一定要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那么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事情 对吧 我们来看 台湾驻美代表与美制裁中国支持者会面 据罗特舍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 向美琴与支持制裁北京的美国议员们 举行了非正式会议 来自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印度 日本 立陶宛 乌克兰 新西兰和荷兰等60名立法者 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这次非正式活动 据悉 他们最早可能于本周签署一份承诺书 震助其政府与中国的军事或其他脅迫行动 提供更大的威慑 文件草案称 我们将确保我们的政府向中国表明 对台湾的军事侵略将使北京付出代价 应考虑采取经济和政治措施 包括有意义的制裁 以阻止军事升级 并确保与台湾的贸易和其他往来得以顺利进行 台湾的生意占比有多大 跟中国大陆的生意占比有多大 对吧 这个我相信 这些反华议员 他们这个账应该不会算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 他们跟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利益 可能捆绑不那么深 对不对 因为即使有对华的业务 也早就被我们给制裁了 所以这些议员 反华议员就在一起 要在各自的国内 立法机构 达成一个统一性 就是敦促中国 不要武统台湾 如果敢武统台湾的话 就会面临西方大规模的经济和金融制裁 那么我在想 现在你美国通胀达到百分之八点三 还有什么能力 对中国进行制裁 在中国的投资 这么多 对吧 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并没有那么多 对不对 中国到美国主要是卖产品 那么欧盟呢 欧盟现在天然气已经 用不下去了 对吧 他有一个牛逼的一个政策 执行不下去 我们一起来可以来看一看 这都是围绕着台海局势的世界 斗争的这个层面 什么意思 欧洲的所谓对俄 这个气价 欧洲放弃了 限制俄气 英国卫报 路透社 陆培勃社的媒体 揭露了欧盟在能源政策的最新协商进展 据报道 一份泄露的草案显示 欧盟或将放弃对所有进口 和天然气价格上限 包括此前引发诸多乐意的对俄天然气限价一项 该草案显示 欧盟正在推进对超额能源利润 征收暴力税作为解决方案 税额至少为其他超额利润的33% 当年时间十四 冯德兰将公布欧盟应对电价标准的完整计划 也就是说 台湾所谓的盼着 非常邪恶的所谓 认为说让美国跟欧盟来制裁中国大陆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所谓的对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设置上限 这个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一项经济能 对吧 所以说这个想都不用想了 而且我说过中国成功的施加 对欧盟施加压力 你的所谓的欧盟情报头子 想要去台湾 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制裁你 所以他就不敢去了 不要小看中国的反制裁能力 中国的制裁已经 已经这个立法了 还有一个 不要指望台湾可以像乌克兰那样撑那么多天 那是不可能的 基本上台海战争一党 24小时基本上是攻势阶段 24小时以后 24小时以后转为首饰阶段 一共是48个小时彻底解决战斗 两天时间 以南波湾傀儡政权那种低智商 和南波湾傀儡军的那种低体力 不堪一击的那种落智的那种状态 一个个都戴着四眼 戴着肛帽 戴着龟甲 他们只要看到自己同伴被刺成碎片 炸得血肉模糊 一个个都吓得屁股尿流 将会投降 他们没有任何抵抗意志 也没有任何能力可以去抵抗 中国人民解放军 斗志昂扬的战斗的乐血精神 他们等待他们的只会是死得透透的 躺平等死比什么都好 比什么都强 还能留个全尸 否则的话将会彻底完蛋 所以大家要知道 目前这个围绕的台海局势 在各条战线都在斗法 对吧 所谓的对中国的制裁 这个大家不要担心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所以我说过 离这个解放台湾 所以说美国已经认识到了 说现在台海绝对会发生 绝对会有事 中共不管从军事 政治经济 金融方面都已经布好局了 现在他们还很牛逼的 就说你不仅要武统台湾 要制裁你 你在台湾周边持续给他施加军事压力 我也要制裁你 你请问你拿什么来制裁我 他妈的我就搞不懂 你拿什么来制裁我 把中国踢出斯维夫的系统吗 那这恐怕有点太恐怖了吧 这样全球经济全部都崩掉 全部都崩盘掉 所以说这种傻事 我相信他们不会干 所以说台湾什么肖美情 所谓你看朱立伦 什么蔡英文 一个个都牛逼的要死 我说过 这也怪中共不好 你没让他们见血 如果说之前持续性的 让他们 啊 见点血 持续性的空袭 让他们 让他们 见识见识这个血的 啊 这个这种东西 你看他们还有这么嚣张 今天中国网友不满意的 就是泽连斯基怎么还这么嚣张 怎么让他蔡英文 怎么还这么嚣张 啊 我们就要治 像蔡英文这样的嚣张 给予起一个根本性的痛击 让他啊 永世不得超生 啊 死得透透的 这个才是我们现在 要去该做的事情 这一次 美国政策法通过 我们一定要下定 干的决心 当然不是说他马上通过 马上干 我们需要一个时间 没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得干 因为他这个东西 一通过的话 非常危险 那他妈核武器 可能都要不出到台湾来了 不是开玩笑啊 时间不是永远都站在 我们这一边 时与事 不是一直都在我们这里啊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老板 喜欢今天的电视故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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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